第八时刻 愿我认清自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们首先看到第一段的第一句和第二句 只要你真心愿意认清问题的真相 便会认清自己根本就没有问题 第二句 你的根本问题既已得到答复 其他问题便不存在了 承接 昨天第79课的内容 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误以为自己分裂了 而事实上 分裂不曾发生 所以 印证了第一段的第一句 只要我认清问题 不曾发生 分裂不曾发生 那么就知道 根本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里第二句的这个答复 根本问题 既已得到答复 问题便不存在 那么这个答复 就是分裂不曾发生 其实啊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 来讲这个分裂不曾发生 不但是分裂不曾发生 并且是分裂不可能发生 按照 圣父 圣灵 圣子 三位一体 一体延伸 一体运作 这种规律 并且 圣子 本来就如同圣父一样 受造的时候 所有的属性都是一模一样的 除了他不能定义父 其他的属性全部一模一样 那就意味着 圣子在被造的时候 就是有永恒的 圆满的 安全无余的 清白无罪的 等等这种特点 等等这种属性 那么就意味着 分裂 连发生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分裂还有发生的机会 就证明圣子不是安全无余的 圣子还有一点失落的可能性 还有一点潜在的威胁 那就不是安全无余的 所以按照这种逻辑 这个形上的理论框架 不但分裂不曾发生 而且分裂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带着利刃 什么风利带什么 去湖边 我们现在拿这个利刃 来划这个湖面 这个利刃划过湖面的一瞬间 看似 这湖面好像被切割开了 分裂好像发生了 但事实上呢 分裂不曾发生了 分裂根本不可能发生 这个湖面被划开的瞬间 看似有一个痕 同时在这一瞬 这个湖面它又弥合了 大家懂这个意思 不管你带青龙掩月 还是你带倚天屠龙 效果都是一样的 或者说我们拿手 在空气当中这样滑 我们手能把空气割裂开吗 分裂可能发生吗 不可能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分裂不曾发生 分裂根本不可能发生 就是我们最大的保障 就是救恩之所在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段的第五句 只要能把问题带到答案之前 你就会领受到自己的救恩的 把问题带到答案之前 我们就可以看到 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从来都没有问题 通过这种方式领受自己的救恩 奇迹课程正文当中 运用的语言是这样的 要我们把黑暗带到光明跟前 我们通过宽恕 我们宽恕的时候 不是要呼求圣灵的吗 然后不是要把剧本交给圣灵的吗 要交托的吗 这个时候就什么 把黑暗带到光明之前 没有光明的时候 黑暗还能称之为黑暗 一旦有了光明 黑暗根本不存在 存都存不住 一下就消散了 一下就消失了 仿佛从来没有黑暗过 仿佛从来没有黑暗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看到第三段的第三句和第四句 你只需牢记这一点 所有的问题都是同一回事 只要记住这一点 你就不会被形形色色的表面问题所蒙蔽 遇到奇迹课程之前 我们都是两个眼睛盯着相的 都着想 相上出现什么问题 我要怎么应对 怎么在相上搞 把这问题解决 那么这个就是被表面的问题 被相所诱惑所蒙蔽 那真正的方法在哪 第二十九课 标题这样的 上主在我所看到的万物之内 提醒我们 万事万物都有它的最高目的 能不能够看到这个最高目的 取决于我们是不是透过形式去看内涵 万事万物都是提醒 当我愿意透过形式去看内涵的时候 所有的问题都是同一回事 所以 第三端的第五句 同一个问题 同一个解决办法 那些手册第六十一课到第八十课 都是在讲宽数 在这个单元 开始之初 我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续地为大家分享真宽数操练的七个步骤 其中我们也提到 怎么样顺藤摸瓜 去找到自己的信念系统 信念系统找得越准确 打点越准确 底片上的这个部分 投射出来的千变万化的像 通过这种真宽数 哗啦啦坍塌一大片 那么今天 走到第八十课 课程反复地在强调 同一个问题 同一个解决办法 只有一个问题 只有一种解决办法 这个解决办法 是不是 仍然是宽数呢 是的 仍然是宽数 我们千千万万的信念系统 总结起来 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一个总的信念 这个信念就是 我们误以为分裂已经发生 所以针对同一个问题 同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要宽数的 也就是这一个总的信念 真正要宽数的就是 我以为分裂已经发生 这个信念 当然 我们实际在操练 真宽数的时候 提醒各位 信念系统要找得准 然后打点 每一次 一个点就一个点 找一个信念系统 把所有的信念 都涵盖在里面了 这个时候宽数起来 效果不太好 自己感受一下 如果我直接宽数 我以为分裂已经发生 或者说 我把分裂一念当真了 这种信念系统宽数起来 很难有落地感的 我们实操的时候 要精准的落地 要脚踏实地的去做的话 信念系统一定要找得准 然后呢 相互之间 不要有任何牵连 一个就是一个 不要找出一句话 包含了五个信念系统 包含了十个信念系统 像我们刚才 为了讲课说明 这一句话 这一个 这一句话 包含了所有的信念系统 那么 这种操练起来的效果 没有这么好 我只是为了讲解方便 让大家知道 最终我们只是宽数一个信念 宽数把分裂当真的信念 所以看到第五段的第五句 最重要的就是记住 你只有一个问题 而这问题 只有一种解决办法 你告诉我们 只有一个问题 有且只有一种解决方法 需且只需一种解决方法 就像第六句 第七句说的 旧恩的单纯性 即在于此 旧恩的有效性 也在于此 如同我们刚才的 举例 那一个总的 信念系统 宽数的单纯性 即在于此 宽数的有效性 也在于此 接下来我们看到 全人允许练习 臣服此刻的第四天 我们就其中的一句话 进行一个小小的展开 他是这样说的 臣服只是将一切 找眼于未来的幸福计划 通通放下 只要眼前这一刻 作为一个世间人 看到这句话不太舒服的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我们这么努力 这么奋斗 这么卢起秀的加油干 不就为了将来好过点吗 就算这个世界是一场梦 我也希望这个梦境 是一个美梦 如果这个梦境 还不够美好 我也希望把它改造 造梦 改造得更好 有这个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想让自己好过点 一点问题都没有 修行不是要把自己 整得苦哈哈的 但是 我们要在其中厘清一点 当我们着眼于未来 把自己的能量 倾注到未来 倾注到期待上面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件事 无意之中做了一件事 就是削弱了当下的力量 也就是削弱了此刻的力量 而时间线产生 时间线过去 现在未来 当中发生的一切 其实有什么决定的 就是有当下决定的 当我把当下的力量 削弱的时候 我谈什么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所以啊 尽管今天这样的讲解 听起来或多或少 带有点因果颠倒的 这么个意味 但我仍然要这么说 就算是为了我们要在梦境当中 把梦境改造得更好 我们都要放下对未来的一切幸福计划 只着眼于眼前这一刻 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用用吸引力法则 给宇宙下下订单 用就用了 下就下了 只要知道自己因果颠倒了 就可以了 只要知道我又有新的念头 再投射了 我又再轮回了 我在拖延 我在拖延回家的时间啊 就够了 到我们踏踏实实的落地实操 终究我们会走到一个点上 有的人可能两三年 有的人三五年 有的人八年十年 每个人不太一样 但只要我们坚定地走在这条路上 成为一个行者 终究我们会走到一个点 说 我终于心甘情愿地 不再改梦了 不在梦里却改造任何 真的有这个智慧说 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对自己是最好的 真的愿意放下 但是当我们 还没有到那个点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度地 拧巴自己 不让自己去改梦 造梦是造业 没错 我们用自己的念头 继续在编故事 继续在轮回 拧巴自己 不外乎还是 跟自己的真实身份脱钩 不外乎还是 改造自己 虽然我们不改梦了 但是我们改自己 还是在改 还是在用念头编故事 还是在轮回 所以 真正重要的 不是我们 改不改梦 改不改自己 真正重要的 是我们会记得 我们要记得 看着自己 我到底是在改梦 还是在改自己 保持这个清晰度 即可 明天开始 我们进入第二单元的复习 进入复习课之前 再次提醒 我们所有的操练 所有的练习 都是基于感觉去做 尽量的放下头脑 哪怕我们只是 刚开始只是在头脑中 让自己放下头脑 根本不知道怎么样 真正的放下头脑 都没有关系 还是要提醒自己 尽量的 去跟自己的感觉 有一个连接 找回自己 我们通常不用感觉 通常听头脑的 通常听小我的 听逻辑的 通常不去跟着感觉走 然而如果要找回 那个真实的自己 唯有找回那个感觉先 我们都知道感恩这个词 这个恩啊 救恩也好 推恩也好 这个恩 要怎么样才能收得到 要感觉才能收得到 所以叫感恩 然后我们经常说要爱 对吧 无条件的大爱 爱也不知道要怎么爱 也不知道要怎么样 不知道怎么利用这种能量 要利用还是要靠感觉 只有感觉 只有觉 才能调动爱这种能量 所以叫绝爱 说来说去 都是要我们找回 我们放下已久 失落已久的 那份感觉 今天暂时分享到这 明天开始复习课